杜月笙1888到1951年,出生于上海川沙金属上海市浦东新区,高桥南渡家宅。杜月笙,原名月笙,后由国学大师张太炎建议。 该名雍、浩月笙,是近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。杜月笙几乎是旧上海滩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,从一个小喽喽混进黑帮,成长为黑帮老大,同时还涉及到文化、教育、娱乐、金融等方面,人称帮会第一人。 图为杜月笙罕见老照片,又,年轻的时候也是挺帅气的。1902年,杜月笙进入时,为青帮上海龙头的黄金融公馆,不择经营法租界的赌场工兴俱乐部。 1925年7月,杜月笙成立三星公司,垄断发租界鸦片体育。1927年4月,杜月笙与黄金融、张孝林组织中华共进会。 1929年,杜月笙人工董居华董,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。 1929年,杜月笙创办中会银行,涉足上海金融业杜月笙说,头等人,有本事,没脾气。 二等人,有本事,有脾气。 莫等人,没本事,大脾气。 孟小冬,人称黎人东黄,中国第一女老生,她有着女子的把戏和决断,女子的妩媚和柔韧,成为于孟流派的一代宗师。 人尽中年的孟小冬和杜月笙情感纠葛在一起,杜月笙的爱情也成为了佳话,对子女的教育都很成功。 杜月笙和妻子孟小冬,她与孟小冬的爱情故事一直传为佳话,如同于柏牙衰琴械之音,杜月笙专车是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七,在上海滩,从来没有一个交警拦过她的车。 杜月笙支持十九路军,抗击日本侵略军,一波云片,撇血除奸。